哈喽 我们在这一部影片要介绍的是 风鸣器的使用 那使用的程式是Python 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们之前有一部影片介绍 用Sony这个编辑器来使用ESP32的话 建议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的关于环境的操作的部分 如果你没有设定好的话 你的程式是跑不动的 那我们这部影片呢 主要是介绍说如何用Python的一些语法 像是4回圈来做一些音乐频率的一个制造 并且把它变成一首歌曲 除了4回圈之外呢 还会介绍list串列 visionary字典 这两种资料格式的使用 我们使用Python的原因是希望它可以利用它的方便性 来让我们的一些像是艺术歌曲的创作呢 能够更方便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程式 首先我们先载入要用的套件 PWM方波的制造 我们利用一些快速方波的改变 去激发我们的功名器 那在第五行这边有一个PWM 然后你可以指定你这次要作为输出的角位 像二号角 那接着七八两行是用list的方式来记录我们需要的频率跟时间 那333指的就是333赫典 我们等一下呢会需要组合频率跟时间的关系 去营造不一样的声音效果 那第十行这边是4回圈 Len L-E-N Notes指的是长度 也就是说这个list里面有几项 那现在Notes跟Duration他们都各有6项 那所以这个Len其实就是6 For I in Range 6的顾名思义就是0到5 每次加1 所以总共会有6项 所以我的I第一回合是0 第二回合是1 以此类推 接下来在for回圈里面有一个 if判断式 我们这边看到一个Duty Duty指的其实就是一个空占比 也就是说我听到的声音比方说D D跟D中间你会听到一个空格音 其实我们听到的一些乐器的表演或者歌唱的表演 他并不是说我的音要连续的 其实音跟音之间他有个空格空白的 好那512在这边指的就是空占比是5050 也就是说有声音的时候是50% 那没有声音各占50% Beeper Frequency这边缩影值Index值来求 那I等于0就是333 I等于1就是445 那接着time sleep 就是指我的上面这个note的音要发多久 那这边除以5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音阶 其实都是蛮快在发生的 那通常不会到1秒 所以我们比方说 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歌曲的速度太过缓慢 你可以透过这边除法的方法去让你的声音变短 所以假设像1带进来的话 数以5那就是0.2 所以代表说我的333 频率这个声音要发0.2秒 好那这个大概就是第一个程式比较简单 就是声音的长度跟声音的频率去组合 那我们来听一下按run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第二个例子 我们要用到比较进阶的处理方法 所使用到的一个工具是dictionary跟stream 两个工具 第七行这边notes 原本的list被我改成一个一串 所以我们很像我们国小在吹直笔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的一些简谱 哎三十米再来发 假设像小蜜蜂 说明明发rayray 所以大家会这样子去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等一下呢 要用stream的方法去解析我们每一个单位出来 所以像第七行这个notes 在我们下面这边你可以看到 他会对应到一个叫做notes i的东西 这边来讲他总共有你看到几个数字 就是有几个东西 那空法也算一个 那接下来第九行这边 我们这个叫做所谓的dictionary字典的写法 我们要自动去建一个表格来匹对他 比方说1的时候dol 1代表是dol 那dol对应到频率是523Hz ray是2 对应到的频率是587 然后再来是mi是659 dol 然后一直dol re mi fa sol la c dol 988 那你就这样的方式去把你当你看到1的时候 就知道要发的是523Hz 看到6的时候就880 用这样的关系去把它建出来 所以呢你看到这边第16行这边 我的frequency的音其实是来自于我的根据我dictionary 这样的结构 去能够去查表得到 那dictionary的结构它的冒号 左边跟右边各有一个值 冒号的左边我们称它叫做key 冒号的右边叫做value 那1冒号523 这样子代表一项 所以我们总共有123597有7项 所以我们把7个常见的音符 把它跟频率做配对配起来 所以等一下呢 当我这边读到的值去解析我这个文字的部分 当我解出单一的一个音的时候 我可以马上去查表对应到它的频率 那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 我们利用一个string 大家熟悉的写法 然后再搭配频率查表 那我频率我这边也不用 我们不用刻意去写说 哦用if判断式啊 那读到1的时候是523 那aosif是587等等 我们善用python给我们的方便性 利用所谓的试点这样的方式 简单的做key跟value之间的比对 这样就完成了 好那我们来听看看它的效果 这个频道主要是讲科技应用专题 以及一些升学上的资讯 如果你喜欢的话 麻烦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拜拜